根据多家主流媒体的对外报道称 知名企业家刘强东在过去一年总共捐赠了149亿 经商20多年第一次成为中国的首善 在全网乃至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刘强东捐赠的并非是现金 而是高达6200多万股的京东股票 折算出来的价值就是这么多钱 至于为何要捐出这么多股票 想必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榜单的前三名全部都来自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以149亿元的捐赠额 首次成为中国首善 美团创始人王兴以147亿元的捐赠位列第二 小米创始人雷军以145亿元的捐赠位列第三 胡润说今年前三名各捐赠了150亿元左右 三位都来自互联网企业 都是刚刚退居幕后 都是对国家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 做出了快速响应 当年的拼多多黄征 腾讯的马化腾 阿里巴巴的马云 也都是做了100多亿的捐赠 现在我们看到一共有7位互联网企业家 做了上百亿元的捐赠 对于刘强东成为中国首善一事 确实让人感到很意外 但也是在意料之中 毕竟有前撤之鉴 而且这么多年来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刘强东和其他大佬们一样 都是在坚持着做慈善做公益 每年都会捐出去很多的钱 尤其是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 总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排名靠前的还有安踏董事局主席 丁世忠及其家族成立慈善基金会 捐赠了101亿元 胡润说中国的一级慈善家 今年达到了47位 其中4人都做到了上百亿元的捐赠 这都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前10命中有7位主要通过 捐赠股份的形式进行慈善捐赠 49位上榜慈善家当中 有31位主要通过第三方慈善机构进行捐赠 京东的刘强东 牧原的秦英林 美团的王新 小米的雷军等 则是捐向个人或公司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自明州事件发生以来 刘强东已接连从300余家京东系企业抽身 近日又被爆出转让京东健康、京东物流 两大京东大将的45%股份 与此同时 他还被拍到协同妻子张泽天出现在美国 48岁的他身上似乎已经再难看到昔日 我不想认命 京东只做第一的锐气 刘强东的时代正在加速落幕 而他倾心相报的家乡 似乎也不再感念他先后的投资 捐赠160多亿元的恩情 在他逐渐失事之后 位于长安庄的祖宅首当其冲 竟然被人破了蓝油漆 刘强东1974年出生在江苏省肃谦农村长安庄 有报道说他小的时候 家里穷的吃白米饭都是奢侈的事 18岁那年 他揣着乡亲们凑的500块和78个鸡蛋 走向了北京 在那里他拼搏了20余年 先后推出了京东等4家公司上市 逐渐从一个穷小子成长为6000亿 这帝国的掌门人 商业上大步迈进的同时 这个从农村走出的孩子 也始终想念着他乡亲们给他的500块和78个鸡蛋的恩情 京东上市后的第二年 刘强东便带着夫人张泽天回到老家 给每一位老人都发了1万块钱 这些年来 他还多次通过捐赠等多种形式 帮忙当地建设一流的学校、养老院、文体中心 此外京东的客服中心、京东的电商学院等项目 也都纷纷落地肃签 刘强东凭借一己之力 让这座小县城焕发了生机 很多乡林们趁着他造的风 成为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而肃签的GDP也在10年间 由810亿飙升至3719亿 彼时受他恩惠的村民真诚地表示说 全国哪里人都可以说东哥的不好 唯独在肃签不行 然而还未彻底实现自己的报复 刘强东就先迎来了明州事发 出于降低对公司的负面影响考量 他不得不淡出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商业帝国 明州事件之后 他接连从京东系企业抽身 今年4月更是直接卸任京东CEO 如今连京东物流和京东健康的股权 也都转手他人 在多年之前 刘强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曾经说过 他会保持着对京东的控制权 一旦丧失 我就直接把他卖了 彻底退出去 拿钱走人 如今看来颇有一些一语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 他这几年已经累计套现640亿 江湖上也开始传出 他花了5.6亿买意大利豪宅的消息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刘强东的风平急转之下 就连家乡的祖宅也都被人颇上了油漆 祖宅本就意义非凡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刘强东来说 更是如此 此举无异于扎心被刺 对此刘强东却选择了沉默 嫌而易见 刘强东的时代正在落幕 而这也是当代互联网大佬 退休潮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拼多多黄征 阿里巴巴马云 还是搜狗王孝川 他们和刘强东一样 不约而同的在当打之年英勇早退 想必背后的心酸 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